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惹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惹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足以说明 海盗没有一定的人性 人性的话 海盗只能用内招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效 对不起 如果我杀自己的心 可能会很疼的 来吧 猫爷爷 这次看你的了 金钱只要花 这可是一个月的工资 一定要给我耗住啊 不过好像扔的有点太多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逃命要接呢 喂 小飞啊 老妈 什么事啊 小飞啊 新闻里说你们那儿闹什么传染病 整个市区都给隔离了 你没事吧 听说已经感染几百人了 一感染就会死啊 妈 别听新闻里乱说 新闻里还说 有八十块钱的连租房呢 你看我现在在H市 一千块钱只能租个十平米的小房间窝居 那些都是骗你们这种 足不出户的小老百姓的 非 那你在那边怎么样啊 我去 老妈 现在的H市 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好和谐的 您老就别操心了 等过年 我再回去看你 好 呃 我这边还有事 下次再聊了 拜拜 老妈 我也想活在新闻联播里啊 叶 叶 叶 大爷的 反应过来了 这 这标准的京剧城市怎么回事啊 躲进房子里 这不是身体太大 进不来的 叶 叶 这房子里怎么这么黑啊 大武功还没有追来 那样的身体肯定会卡在楼道里的 不管了 不过这楼道里感觉也怪怪的 竟然已经长出藤蔓了 不像没人住的房子呀 不像没人住的房子呀 怎么是还是 躲在这楼里比较安全 嗯 我记得 这个小区有人住的呀 怎么这里好像荒废了很久一样 天花板上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有人吗 喂 喂 你好 有没有人在家 哈喽 送快递的 喂 你好 潮水苗 哎呀 看来这好像是一栋没有人住的空楼啊 嗯 头上那么多藤蔓 搞得像拍鬼片一样 吓唬谁呀 好黑呀 什么都看不到 还有些奇怪的事 嗯 不怕不怕 我白脚飞可是 老鼠 你大爷大 竟然被一只老鼠吓得跟个羊毛似的打叫 真是太丢脸了 还好没有人看到 哦 这里的藤蔓 说不定真是拍鬼片后留下的 哎呀 韧性还不错 还有点滑手 真是的 自己吓自己 要是有僵尸的话 早就跳出来了 哎你 要命的就赶快过来 哈 你 要命的就赶快过来 你 要命的就赶快过来 你 要命的就赶快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